传说给亡死之人手中握上宝剑 脚上穿着草鞋 便可以让他化身阴魂 追杀残害自己的凶手 最近阿达就有这样的遭遇 他先是在空无一人的停车场 看到一个手持宝剑的女人影子 紧接着那影子便灰剑向的看来 阿达慌忙闪身躲过 却又在反光镜里看到女人的鬼魂 这下他清楚地看到了女鬼的真面目 他吓得拔腿就跑 本以为回到家中便可摆脱纠缠 可他睡到半夜 诡异的事情还是发生 平日里他表演所用的木偶竟活动起来 还发出圣人的笑声 随后其他木偶也一个个动了起来 接着女鬼的身影再次出现 来到阿达床头 二话不说便挥剑向阿达砍去 刹那间阿达从睡梦中惊醒 本以为只是做了一个噩梦 可手臂上分明出现真实的伤痕 第二天去外地演出路上 阿达又一次看到女鬼手握宝剑脚踏草鞋 虎视眈眈的盯着他 可经过询问 一旁的老婆阿玉居然说 根本没有看到这样的人 阿达只好故作震惊 继续准备傍晚的演出 但灵异事件接踵而至 本来好好表演的阿达 双手却突然不受控制 高高举起 他吓得鬼哭狼嚎 急忙向自己的父亲求救 好在阿达的父亲走南闯北 对处理灵异事件颇有心得 他一把将阿达推开 双手接住闹鬼的木偶 这才将阿达救下 吉尔莲森的惊吓使阿达心神不灵 夜里他骑摩托带阿玉回家 被老婆不经意地抱住脖子 谁料他脑海中竟闪现出女鬼的身影 对方甚至还趴在他的背上 阿达猛地一惊 在看清背后是阿玉时 他的害怕变成愤怒 不分青红皂白的责拐阿玉 可他没有来的脾气 瞬间引起阿玉的怀疑 结合最近阿达的反常举动 他觉得老公一定做了亏心事 便开始注意阿达的举动 果真没多久 他就发现阿达深夜偷偷独自出门 而他的目的居然是到野外烧纸前 一边烧还一边向女鬼忏悔 原来这一切灵异事件 都是阿达最有应得 前些天他演出结束 便色眯眯地盯上天真可爱的观众阿珍 他借口将阿珍带到后台欣赏木偶 心中却歹意暗生 强奸未遂竟失手掐死阿珍 还骑着摩托车将阿珍气势荒野 阿达忏悔的话被阿玉听得真真切切 阿玉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的枕边人竟是一个衣冠禽兽 但深爱阿达的他还是选择一言不发 装作不知道 阿达并不知道罪行暴露 他烧完之前回到家后 他感到心中宽慰许多 但到了晚上一个木偶却悄悄推开窗门 紧接着阿珍的鬼魂再次现身 阿达吓得屁股尿流 急忙抓住老爹请求帮助 但下一秒一把宝剑便出现在他面前 身边的老爹也变做阿珍的样子 此刻正挥剑向他砍来 阿达一声尖叫从梦中惊醒 后背上再次多出一条血痕 阿达六身无主 只好向父亲哭诉出自己的所作所为 这下阿达的父亲也知道儿子已经铸成大错 怕是会遭到阿珍不死不休的报复 但作为亲人 阿达的父亲和阿玉一样 都选择帮他隐瞒罪行 并未将其检举 但阿珍死亡案此时也由上智和御方接手 他们接到新的线索 起因是同时老魏的儿子 在野外玩耍时捡到一个木偶 自打这个木偶出现 老魏儿子就性情大变 经常恶狠狠的对着老魏高呼 掐死你掐死你 老魏无奈 只好请上智和御方帮忙 两人来到老魏家中 御方打开阴阳眼 果真看到手提宝剑的阿珍鬼魂 他又从老魏儿子口中得知 莫曾经说看到过坏人作恶 害死了一个姐姐 御方立刻将这件事 与阿珍的死亡案结合在一起 来到阿珍家中调查 竟发现阿珍遗体并未被火花 而是被他父亲涂上防腐剂 摆在堂屋中间 脚上穿着草鞋 手中还拿着宝剑 更加诡异的是 阿珍草鞋上竟沾着泥土 这表明阿珍尸体曾下地走过 这一切显得扑朔迷离 就在这时 一坨黑色头发 从阿珍手中取出 经过检验 头发来自老魏儿子 捡回了木偶 但仅凭这点 仍无法断定 是木偶戏演员阿达犯案 御方灵机一动 用语言刺激阿达 说今晚将是他最后一场演出 此话一出 阿达瞬间冷汗滞流 他作贼心虚地来到阿珍家烧纸前 不料竟看到阿珍尸体从床上坐起 阿达精神崩溃 转头仓皇逃走 到了晚上 他还是硬着头皮上台演出 却又在人群中看到阿珍的身影 对方甚至丢出宝剑向他砸来 紧接着 阿达被宝剑击中 但却并没有死亡 反而像中了鞋一样 拿起两只木偶 表演起杀害阿珍的过程 这下阿达全部招供 案件真相水落石出 而阿达也被警方靠起来带走 临走前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痛哭流涕的下跪 请求阿珍父亲原谅 他的父亲和妻子 也陷入深深的悲痛中 但世上没有后悔要 等待阿达的 必将是法律最为公正的裁决 阿珍父亲和妻子